雲端白板裡面的3-1這邊 打開之後呢往下拉 我們剛剛是BMI 其他像那個面積這些 如果你有也可以自己修改一下 然後呢底下有個就是YouTube的建立播放清單 上個禮拜的東西 那我們這個清單是 上一次第9次上課的 所以這個你可以拿來當練習 或者你也可以用第10次的第幾次都沒關係 這個第10 把這個建起來 那另外怎麼做這邊有講到 利用那個什麼 利用Dreamweaver 所以這個是DW Dreamweaver裡面的這個 選取 它是清單也是選單 所以它是兩用的 剛剛同學問到 它這邊有size等於1的話 那表示它是一個橫向的 剛好就下拉清單 如果size等於3的話 那它就變成清單了 它就自動顯示出來 OK所以這個可以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 自己在加什麼 加裡面的項目 那項目裡面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說 它要顯示的 這個 前面這一部分呢 其實就是它的後面 其實就是它的value 它的值 然後它裡面的value就是放這個 它裡面的值 它裡面的value就是放這個 它裡面的值 那不過我們是手動來做喔 那假如說 我們希望 特別注意 它的結構 可能要稍微 注意一下 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sled是這個清單 所以這個清單呢 它 在那個html 一定是一個sled 那它的name的話 也許我取名叫lis 所以會有一個結束的lis 這一定是一對的 那它一個項目呢 就一個option option value 就放裡面的資料 然後外面看到的是 它裡面的文字 結束一個option 所以你會發現sled裡面會有option sled會有option 而且它一定是 文字是外面看到的 裡面放的是value OK這個概念要有 那 這個部分的話呢 可是問題喔 如果希望呢 我們不要手動 我們要全自動 所謂全自動就是說 我們自己去網路上把它爬下來 可是要怎麼爬下來 其實非常簡單 所以後來我回去就想一想 這個可能我有必要補充一下 所以回去的話 我就在底下 這個是上個禮拜 我補充了一個用什麼 Python爬蟲 自動抓那個下拉清單 清單你不用手動去抓啦 你可以用自動的 不過你要自動的話 你可能要心理準備 就是你要 複習啦 上學期我們有帶到那個 爬蟲喔 那怎麼樣 把資料爬下來 我又把 標準流程都寫在下面 其實你只要照著做啦 甚至喔 如果你對程式不熟 你複製貼上 我想你會 也可以弄得出來啦 反正你至少知道就好了 未來有時間 自己再重新Key一下程式 我想應該 算簡單了 這應該算清楚了 而且 保證做得出來 OK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做幾件事 一 你為了要爬資料 你一定要裝兩個東西 這個Request 是 去抓網絡資料的 那個BeautifulSoup 這個是 去解析這個網頁裡面 我們要的資料 所以這個是抓資料 這個是解析資料用 所以 等於是有點像兩個外掛啦 我發現現在Python 做越簡單 它等於是你把套件弄起來 然後 你就簡單下 一兩行程式 它結果就給你了 所以怎麼做呢 一 請各位 確定一下你有沒有安裝 那我們安裝 一定是在那個 Python路徑底下 所以先確定一下 我們的Python路徑 你可以設Pace 低疊底下 我們是3632 所以你要先確定 我們Python路徑 在這裡 那我如果安裝那兩個東西的話 點開來 找到Squip 就類似這邊看到的 這個路徑 一模一樣 沒有沒有 這個是放在那個 Equipus裡面 那再來就是在上面點一下 輸入CMD 意思就是說我要 在這個目錄裡面執行什麼 安裝 特別之外 它會幫我怎麼樣呢 把這個目錄的路徑 直接 帶到這邊 當然如果你鬥著手的同學 你自己跑到這邊 這個目錄也OK 接下來做什麼呢 輸入那個 Pype Pype就安裝 Install 用Pype去 Install什麼 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 REQUEST Request 有沒有加S Request 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Request 這邊 Request 有加S Request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把那個Request 加S Enter Enter之後的話呢 理論上 他就會幫我們 去 裝那個Request 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特別重要 如果你之前已經安裝 他會跟你講說你已經安裝 不用再裝 但是如果沒有 你一定要裝 這個時候就開始跑了 好 前提當然你一定要連上網路啦 如果你沒連上網路 那也不能安裝 OK 他就幫我把Request 這個Request 其實 功能非常簡單 就是去把那個 網路上HTML 整個 爬下來就對了 第二個呢 再輸入Pipe Install 再輸入什麼呢 Beautiful Super 4 不過如果你擔心錯 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乾脆 這邊有語法 這邊 你就把它 Ctrl C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你要貼上的話 你就是直接在 記得這邊不能 Ctrl V Ctrl V 會變這樣子 你要怎麼樣 按右鍵 貼上不就好了 保證不會錯 OK Enter 這兩個東西 先把它裝起來 好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出現 這個跑的進度 也裝了 所以Beautiful Super 4 他主要目的就是 幫我去抓到 網頁裡面我需要的東西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再來看下一步 下一步的話就是 我要把YouTube上的清單 先顯示成這樣子 先不要一次啦 反正我就先把標題抓出來 網址抓出來 先抓出來 第二步再去切割 OK 那我們就是 怎麼樣把它抓出來 並且切割的話 接下來 不過這個部分用的專案 就不能用那個 Jungle的專案 我們用的是 我們一般的專案 所以我看 之前我們好像有見過一個 專案 有沒有 如果沒有 你就是new一個什麼 那個Python的專案 那專案的名稱也許就是 叫什麼Test之類的 反正我已經好幾個 Test5好了 然後 選這個 Source 然後Finish一下 這邊的話呢 打開 在Source裡面呢 Src按右鍵 New一個Module 那這個Module名稱的話呢 名稱Name的部分呢 也許叫什麼 叫YouTube好了 我這邊叫 YouTube 01好了 第一次 然後裡面的話呢 就Cancel 不要放東西 那我先把最後結果顯示給各位看 其實基本上 就底下這一串 它裡面就是做什麼呢 下載 用Request 就是把那個網站的東西抓下來 切割裡面的A A個class 叫做這個東西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把它全部 Find all Find all就全部找到 並且用一個回圈 把裡面的 因為Find all裡面過來是一個清單 一個串列 然後把一個一個把它print了出來 裡面包含它的什麼 文字 它的 超連結 所以顯示出來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可以 最簡單的方法把它貼上好了 我先run給各位 確定一下 因為如果你剛有裝Request 那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不過我剛裝好之後 可能要怎麼樣 把它關起來重開吧 不然的話現在run會不會成功 試一下 應該是會 他會說 沒有這個 No Module Name的這個 所以怎麼辦 可能要關掉重開一下 請各位先試一下 如果你要 爬網路資料 先把那個 剛剛講的部分 先裝起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它來 這個 這 你 從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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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